大家好,咱们知道二战时的敦克尔克大撤退,英国出动各种船只在几天之内撤走30多万人,为凡法西斯保住了希望。 而在遥远的东方,也有一次类似的撤退。 1938年,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候,一家船运公司克服种种困难,在40天内把抗战必需的物资设备运到后方,保住了抗战的希望。 那这个船运公司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任务,它又是怎么被完成的,今天咱们就来聊聊。 故事中的船运公司名叫民生船运,创始人卢作福出身贫寒,早年参加同盟会谋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 1925年,卢作福抱着实业救国的心思,靠着相亲朋友的支持,买下了一艘70吨的小汽船,创办民生船运。 船运公司的目标是崛起于长江,争雄于列强。 几年之后,卢作福和他的民生事业公司靠着奋力拼搏,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,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,实现了当初的目标。 到了1937年抗战前夕,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,总吨位上万,公司有近4000职工,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。 此时抗战爆发,不久之后,中国东南沿海能丢的大城市都给丢掉了,到了1938年10月,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武汉保卫战也以失败告终。 此后,大量工业设备,武器弹药都聚集在武汉上游的宜昌。 在当时,这就是中国支撑抗日全部的家底了,如果这些设备被日军得到,哪怕就是空袭摧毁,后果不堪设想。 可是这些人员物资的运输,谈何容易?当时从湖北到重庆四川没有铁路,公路只有寥寥几条,而且汽车齐缺,靠任何陆地运输方式都不现实,只能靠航运。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没剩下什么内核船制了,能够马上投入运营的只有民生公司的二十多条船。 按照以往的运力,要把滞留在宜昌的物资转运走,怎么这也得一年时间,当时的情况根本容不得再等一年,而且到深秋季节,长江水位下降,算算还有一个多月,整个航道就得进入枯水期无法行船。 到了那个时候,难民物资说什么都运不走,日本人再打过来,那可就真是万事休矣。 此时的民生航运立刻做好了准备,卢作福亲抵一仓,抢运物资入川。 为了增加运力,卢作福决定增加码头设备和装卸工人,并提高装卸工人的工资,这么一来,对民生航运是一笔不小的投入。 即使如此,民生航运在运输过程中不但不趁乱涨价,还把航运费下调至平时的十分之一。 这么一来,公司显然是入不敷出,前前后后亏损法币一个亿,差不多相当于民生航运当时全部的身家,但卢作福却从不后悔。 时间紧迫,光是民生公司赔本运输还不够,卢作福还对运输方式做了些优化,首先就是对民生航运的轮船动手。 当时从宜昌开到重庆的船都是有卧铺的,卢作福下令把这些卧铺拆掉换成座位,上层尽可能多装载人,而下层就装载重型机械设备。 这极大的提高了每艘船的运力。 除了民生的船,卢作福还征集了两千多艘木船,这些木船有的在码头和大船之间往返,有的干脆就全程跑运输,抢运了大批物资。 而运输这件事,说到底是个技术活,除了争分夺秒,还得统筹规划好,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一堆船等着靠码头,浪费时间和资源。 卢作福看到影响航运的最大瓶颈就是装卸货,所以优化了船靠码头的流程。 在他的优化之下,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,舱口盖子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,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舶船上,拖头已靠近舶船。 轮船刚抛了锚,舶船急已被拖到轮船边,开始装货了。 当然,要做到这些,光靠一个航运公司老板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。 之前卢作福无心做官,为了解决此事,他一反常态,答应国民政府充当联合运输部主任,过目每一张电报电文,并对每一船的人员货物和路线仔细规划。 在他的指挥下,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在24小时内不间断运作,而且轮船和码头尽可能减少照明,以防日军空袭,由此可见其艰辛程度而民生公司如此转运难民和物资,日军自然也盯上了他们。 在40多日的转运撤退过程中,日军多次对民生公司的轮船和码头进行轰炸,公司100多人殉职,损失船舶16艘,厂房仓库码头不计其数。 即使这样,通过卢作福的指挥和民生公司近乎自杀式不计成本的运输,1938年12月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,堆积在宜昌的物资设备和聚集于此的难民都被运走。 这次转运,民生公司运走了100多万难民,有东部各路大学的学生和人才,也有不少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儿童。 至于物资和设备方面,民生公司总共运走了100多万吨,其中就有大量的兵工厂设备,就是靠着这些设备,国府在重庆站稳脚跟,并很快地组织起生产。 据统计,在1939年,重庆的兵工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,迫击炮弹7万发,子弹几百万发,如果没有卢作福,把工厂设备转运到后方。 1939年,中国很可能连手榴弹和子弹都没有,那么抗战再说什么苦称待变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。 如此壮举,是一个民间公司的企业家完成的,这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奇迹。 可以说,一整个民生公司的船队就是一支没有武装的部队,没有他们,抗战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,正是因为这样的壮举,这次转运被称为东方的敦克尔克,而卢作福在抗战时期多次受到国府表彰,先后被授予三等采域勋章和二等青云勋章,更是在抗战胜利之后荣获抗战胜利奖章。 民生公司组织的这次大撤退是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。 1937年,当日本军部叫嚣三月亡华的时候,他们内心的参照物是1644年的满清入关,当年满洲人能够征服中国,日本人为什么做不到呢? 但时代变了,二十世纪上半叶,中国已经经过了民族主义的洗礼,不再是一盘散沙。 抗战爆发之后,那真的是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老幼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,很多军民倾其所有,实践了抗战到底的誓言,而卢作福和民生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 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国人这样忘我的牺牲抗战的历史,也不是咱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样子了。 好了,关于民生公司抗战抢运物资的故事,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,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,加入我的会员。 谢谢大家。